曾经拿下台式面包大赛冠军的烘焙师傅林玉伟 在北京开了自己的梦想吐司店 绸缎般质感的生吐司 连女星高圆圆都是常客 店内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可爱的烤吐司机 客人可以一边烤一边吃 感受最新鲜的面包香 他还开辟了结合古色古香的茶室 推广台湾好茶和甜咸搭配的台式糕点 惊艳北京消费者的味蕾 农重工业风建筑率性独特 前身是50年代军工生产地 北京七九八特区如今是当代艺术重镇 缤纷园区里有一抹小清新 调香阵阵备受关注 盐土酥好了 它比较软糯一点 跟以前吃的那些吐司相比 而且它会有一点点回甜的那个味道 那个是主打的呢 这边吐司是主打的 然后这边有试吃的 你第一尝一下 方正如今砖的生吐司排列成对宛如精品 内用的外卖的一律现点现切 热腾腾出炉正火速卖光 要烤出像这样子一个黄金线 它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生吐司 打造着炙手可热美味的是他林玉伟 时辰名厨吴宝春还曾拿下台湾四大天王烘焙赛冠军 跨海附近在面包江湖敲滚揉打多年 他选择从起点找回处心 当年在当学徒的时候所学的第一款面包 这几年所流行的生吐司 应该就是一个白吐司的升级版 选择日本进口鸟越面粉 基底透过蜂蜜 海盐 鲜奶油 碰撞出不同口感 面团精准控温要26度 塑形阶段更有小心机 感卷一次的目的呢 是要让面包更松软 往往吐司都会感卷两次 让整个组织会更紧密 但是这样子口感太硬了 因为北京比较干燥 所以它水分会流失比较快 决心要把平凡的吐司做到最好 从水面粉测水直到烘烤timing 女玉尾一个月内丢掉上百条试验品 只会达到北京生吐司界的天花板 像一般在南方 它的发酵湿度大概在70%就可以了 那像回到北京 我们就得把它挑到80%到85% 生吐司每三个小时出炉一次 到手的都是新鲜货 生吃回甜还得耐得住考验 吓一跳 真的好脆啊 好香啊 这个面好软啊 好软是吧 这比别人家的软 店里每张桌子都配有可爱面包机 少女们当场考试 仪式感满点 觉得很有仪式感 就自己放在里面考会很有趣 参与感很强 正好大家聚在一起 正好还有一个面包机 可能一边聊一边考 然后一边吃什么的 这种感觉还挺新奇的 吐司的吃法千百种 在竞争激烈的大陆市场 林玉伟选择一切从简 招牌的变化款 竟然还是台湾的狗扎比 把它抹薄薄的一层 自己调的酱 我们先放蛋皮 好然后再把它叠上来 蛋皮火腿cheese 台式三明治多了日系灵魂 纯朴滋味意外大卖 还成为店里的女神同款 之前有一个明星高圆圆 他有来我们店探店 后来他就买了这一款 他虽然说没有一个 华丽的外表 但是说不好 他也会华丽转身 来38号 38号 即使疫情冲击 大陆餐饮业环境 烘焙业的外卖跟团购订单 依旧不分淡忘记 林玉伟相当看好大陆市场 其实大陆的烘焙市场规模 在2021年 已经突破了2600亿人民币 预计到2023年 会来到3070亿 但是现在这里的人均的 烘焙食品消费量 其实只有7.3公斤 跟欧美和日本相比 是相距甚远 所以在消费升级 还有饮食形态的改变之下 其实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今天来推一个精选堡 这是从台湾物社 在海拔1400公尺 过来的茶叶 我们茶叶基本上 是不怎么去做揉拧的 当大陆首摇影店 纷纷跨界玩烘焙 想抢十大饼 本命就是玩面团的林玉伟 逆向把台湾南投的高山好茶 搬进自己的面包空间 那个茶很香 这个茶配这种 中式糕点的话 确实是这种搭配 这种幸福感会特别高 台湾茶搭配的糕点 也充满台味 鲜香的绿豆碰跟蛋黄酥 你我再熟悉不过 但在北京掏客的嘴里 却是满口鲜香 前所未见 北京的糕点是这样 就是比如像绿豆糕 豌豆黄 就是这种都是单一 单纯的一个馅料 它是一个纯的 就是像这种绿豆 然后夹杂着肉松的 它是一个感觉像 荤醋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还确实不是北京 这种能够吃到的 不让台湿糕点 成为面包店的配角 林玉伟在烘焙坊 开辟一个独立空间 打造茶室 松软酥香的点心们 在这里都能各有所长的发挥 如果你可以把一个单品 做到极致 那相对的 有很多的延展空间 我觉得一线城市有机会 面包糕点在它这儿 都繁补归真 用最简单的方式登场 林玉伟把初心揉进面团 扎稳根基 轰出一方幸福感 也考出一方天地 决战九合一 科技开票 看东森 全台22线市千人开票 VR AR 5G 数位技术导物 最关键现实票数 精准 续筑 最深入 下午两点起 黄文华 刘宝洁 吴宇书 陈吟 带你掌握选战 最关键时刻 11月26号 锁定东森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